哈喽,各位小博士们好 夏天要到了 防晒这个议题你做好功课了吗? 如果没有,这集就好好听清楚啰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防晒的选购要点吧 防晒我们都知道分为两个 一个是物理性防晒 一个是化学性防晒 物理性防晒就好像是镜子一样的 会把紫外线直接的反射回去 而化学性防晒则是会吸收掉紫外线 并且进行一个化学反应 之后转化成一个化学反应 化成为热能或者是不可见光 在放出我们的体外 但是重点就是这个化学反应了 你化学反应做得好 可以做成药品,可以救人 但是化学反应做不好 那可就伤身伤地球咯 现在市面上所用到的化学性防晒 老实说成分十之八九都很有问题 有的是会用到类磁激素 去引起我们的皮肤病变 有的则是会用到一些刺激的成分 让我们产生发红、发氧、甚至过敏 以及引发痘痘的问题 最可怕的是有的甚至会造成 地球的环境及生物死亡 你也许会说化学性防晒这么的麻烦 到底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商品存在 就像我常常讲的 任何一个东西它的诞生 都是有它的理由的 化学性防晒也是 虽然物理性防晒听起来相对的很安全 但是由于物理性防晒的成分 像是氧化氢以及二氧化钛 这一类型的分子呢 它必须要在油脂中均匀的分散 所以使用起来物理性防晒就会相对的比较油腻 而油腻呢会带来两个坏处 一个呢就是我们皮肤使用起来的感觉不佳 第二个呢则是会让痘痘肌肤的人产生恶化的形形哦 因此化学性的防晒就诞生了 它具有着清爽透气不黏腻 以及透明不泛白的这些特色 渐渐的呢就在市场上面取代了物理性防晒的地位 直到最近的十年有一些研究显示出来了 这一些化学性防晒里面 部分的成分呢 实际上对于人体以及对于地球都是有害的 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一个称之为Oxy-Benzone的成分啦 在十年之前呢 它是被公认为最无害、最有效 而且成本又便宜的明星防晒成分哦 直到最近的几年研究发现了 它不但对我们的人体有害 会引起我们的雌激素导致皮肤的病变 还会使我们地球的珊瑚白化死亡 所以对于人体以及对于环境 都是非常烂的一个成分 可是因为它便宜 所以至今还是有很多的防晒乳 会使用这样子的成分 那你敢用吗? 嗯? 是不是没有在听我说话? 是不是又在盯着这一支摇来摇去的一直看? 好好记住这一集的内容 下次选购防晒乳的时候 睁大你的眼睛仔细地看 爱护我们自己的身体 也爱护我们的地球 我建议的挑选防晒乳的原则是 以物理性防晒为主 以化学性防晒为辅 这样子一来呢 成分比较安全 风险不会太高 使用起来又不会太油腻 在综合的考量下也是最为安全的 对痘痘肌肤也还算是友善 而物理性防晒的成分呢 则是以氧化芯为优先的考量 因为氧化芯相较于二氧化态 它比较不容易泛白 而且它的UVA、UVB的防御波长 也相对的比二氧化态来得更全面性 而化学性微辅的成分呢 则是在选购的时候 要避开那一些研究显示出 对环境以及对人体有害的成分咯 像是我刚刚提到的Oxybenzone 又称之为Benzo-Phenone-3 简称为BP3 以及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常见 大概80%的化学性防晒 都会使用到的成分叫做Octinosate 又常常被写作为 ECO-Hexio-Mesoxycinemate 它会刺激我们的肌肤 在照射到太阳之后容易产生发氧的行为 那么对于有皮肤炎的人来说 就更不适合了 另外就是它对于珊瑚一样有害 另外一个呢 则是防晒乳中常见的防腐剂 称之为Buteal Paraben 它跟Propyl Paraben很像 两个呢都一样会引起我们的雌激素的干扰 然后导致我们的皮肤病变咯 那他们其实很常的看到 他们用在乳液乳霜这类的产品里面 因为他们是油溶性的 所以在防晒乳中也会看得到他们的存在 这边要说一下 Paraben的家族里面 常常被大家说的好像很可怕一样 实际上他们家族里面的Mesio Paraben 就相对的还蛮安全的 倒是不太需要担心 真正要注意的只有Buteal跟Propyl这两个Paraben而已 能避开就尽量避开 其实还有一个成分也是值得担心的 叫做4MBC 不过这个成分呢 其实也不用太多的琢磨 原因是因为我在台湾已经好几年 没有看到这个成分出现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太需要太担心 也不用特别去记这个就好了 重点就是以上的那几个喔 那么我们就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吧 1.纯物里的防晒虽然安全但是油腻 油痘机的人要注意 2.好的防晒品挑选的时候 以氧化腥为主 化学防晒为辅 并且避开这张表格里需要避开的成分 3.如果上完防晒觉得油 可以上一点蜜粉压掉油 4.防晒跟蜜粉都不需要卸妆 除非你的洗面乳洗不掉它们 那么怎么知道你的洗面乳洗不洗得掉你的防晒呢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将你的防晒涂在你的手背上面 30分钟之后 需要你的洗面乳清洗它 清洗完之后呢 我们滴一滴水珠在手背上面 看一下这颗水珠是成一颗水珠状的话 那就是没有洗干净 那么你可能就需要再加一个卸妆产品 而如果它滴上去之后不是水珠 而是摊开来的没有边界的 那就是已经洗干净了 不太需要用到卸妆产品 好 以上的内容希望有帮助到你们在这个夏天 去采买防晒的产品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留言在下面让我知道 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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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